未来之前的三座大山 我们新中国联邦要控制的 如一给念念给大家 食物和水 生物科技 新能源 我再告诉你的 第一个食品和水 第二个是生物科技和现代能源科技 第三个是智慧和数据 下面是新中国联邦和人才智慧 一基地优 这个中间这三座山 就是金山 钻石山和未来的山 知道吗 这就是你们要学习的 战友们要知道的 周折地 未来要控制的亚马逊粮食 加拿大的农业粮食 还有更重要的 我们大家看到现在 澳大利亚是最最重要的 综合性资源最强大的国家 他们都会弄在一起 而世界上美国最成功的是 人才掠夺 就是人才聚集地 新中国联邦要做的什么 就是我说那个智慧人才 GDO 这里边的金银什么 都是他的手段 我们三座山的名字就叫 食物和水 第一座山 第二座山 生命科技 让你生命可以长可以短 可你啥都能换 还能保持你的健康 可能源 可就新的能源 不会再有游和气了 第三个 就是人的智慧 还有现代化的数据 下面是新中国联邦的 GDO教育和人才 这就是我们的金山 银山 钻石山 我应该认为 我应该认为